社区这个志愿者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志愿的话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时想法很简单 可以帮助别人 小时候呢我们说的教育就是可能说并没有志愿者 这个概念 我们当时从小都是通过红领精这种要帮老奶奶干点什么活 扶个马路什么的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暑期活动 三月五号雷锋志愿日这样的 可以说这种意识呢是从小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我想到人还是应该有点追求 应该还是要为社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年轻的时候我们从少线队开始那时候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嘛 我现在退休以后的工作是很规律的也可以说是很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来照顾家人 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好志愿者 然后我自己还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做健身啊 或者就是学一点五点五啊民族五 我个人生活比较随意 也比较随意吧 就是并没有那么定死 一般性的话就会看看书 参加一些聚会 然后一些外面的一些课程啊什么也都会 嗯就是帮 就是对参加一下这样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旅游一下 说实话这是看法都是不一致的 也有很多非议的 嗯但是一个人坚定了目标也是不能更改的 不大进家人没什么看待 他们就是只要我能接受这份工作 并且就是说这份工作如果觉得适合我自己 他们就觉得没问题 年轻人做全职的资源者是有困难的 这是要思想达到一定境界的 我觉得跟家庭文化因素有很大影响 我认为像我这点年纪的人 应该是积极的参加到资源活动来 第一个他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有的人就光待在家里也是很闷的嘛 然后在资源活动当中 你也可以帮助到一部分人 如果说他们有经历的话 当然是OK没有问题的 根据现状的话好像这个不太多 他们因为要带小孩这个第三代啊 什么教育可能说照顾方面会漏到他们身上 我现在体会下来还是资源者的工作 给我带来的就是精神层面的收获是最大的 主要我这个年龄站在这边 我觉得精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倾向于更多的奉献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他应该跟我差不多 但是可能会更相于家庭一点 因为毕竟像中国这种状态的话 到了他这个年龄的话 因为也是一个就是俗话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毕竟要顾及家庭这个样子 我想象他不会专职做那个专职的志愿者 这是有一定困难的 他不会同意 他会尽量争取多一点时间 参加到志愿者的活动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